身測轎車跨越雙黃線 攔住遊覽車 車內駕駛掏槍 坐視威脅 接著揚長而去 警方巡線帶到人 剛出的 剛出的 不是剛出的 是鎮報槍 是大顆的 你說黑色的 那種的 大顆的 黑色的 對 黑色的 它很輕的那種 不斷解釋拿的是鎮報槍 還是要做筆錄 但同車女友的神情卻不對勁 明明只有十幾度 卻想脫外套 拒絕外意 先持有拖 上班生只穿一件 無袖背心 果然有鬼 警方從他外套口袋裡 搜到毒品 事發在高雄市古山區 美術館附近 轎車突然 煞車 遊覽車司機猛按喇叭 結果47歲的任性駕駛不滿 直接逼車輛 震爆槍示威 警方巡監視器追查 發現轎車掛得近是別人的車牌 最後在古山三路巡貨涉案車輛 還意外在嫌犯女友身上 盤查到毒品及吸食器 當場人贓聚貨 當年初四就與人發生行車糾紛 還掏出震爆槍威脅對方 四小時就被警方逮住 自個兒的毒品也漏了線 兩人年節廉價尾聲 註定在警局度過 TVBS新聞趙莉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在網站上 3 1 1 1 2 1 2 2 3 4 4 5 6 7 7 7 8 8 9 10 10 11 11 12 13 13 13 14 15 15 16 16 17